我们最后一看到呢 在这个动作当中 民进党必须要来看的 能不能够跟陈水扁切割 不过陈水扁据说 他自己有制造自己的棋子 民进党有民进党的棋子 哇 到时候呢 还有说卡绳杨慧如说要拿 中华民国国旗上去 那么可能会出现 所谓骑海之战嘛 台中医界联盟在今天 也有人出来说 要来参加明天的活动 不过这些人 他们的政治立场 一开始就是倾向于绿色的 跳滑 跳滑 用马桶暗放马鸣酒 平常穿白袍的殷尸 演起了行动剧 当初陷落胡志强病内 闹上新闻摆明的殷尸高家军 策划这出行动剧 不只要为游行提前暖身 停点的意味更厚厚 司法单位的一个调查 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出来 对它事实上是一个 政治的破坏 所以我们站出来是要给它加油 跟它一起 手牵手 给它鼓励 不仅要从头到尾和陈水扁走在一块 还心疼扁家遭到司法 朱九族 对陈水扁认了的宣判 我们都不接受 除非它回归正常的司法审判 以目前的这一种 朱九族的司法审判的话 台湾人没有办法认同这一种司法的结果 尤其紧要开记者会 但比赖更是重划抨击 敢开记者会保证说 我们一定要把陈水扁 沉出以往 有的就把它拿去关就好了 干嘛还是要 跟台湾人民开着记者会 这个程序本身就会有问题 这些医生甚至还公开喊话 要检掉用相同规格 研办马英九 请问马英九总统 你特殊会发生问题的时候 司法单位也没有再来调查 应该是同样的标准 对台湾人和中安这个外政组织 不同的同样标准的自我总办 难道台湾人能够接受吗 台中一级联盟 预计串联两百人 北上参加民进党大游行 但是表态停点的决心更明显 日记文江振南 徐一玲台中采访报道